这解脱什么意思 快递的投诉期居然还没过 有两个选择 第一 是接受投诉全款赔偿 或者 跟我签订协议 假扮我女朋友 顾元洛 你这是趁人之危啊 是你食言在先 好 稍微点 行 答应你 但是 我不同意做你公开女友的身份 要不然免他 你想公开我还不同意呢 来吧 签吧 甲方顾元洛 以方夜诊函 一 未经甲方允许 以方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曾经假扮 甲方女友的事实 一 一 二 未经甲方允许 以方不得和甲方新游有任何私底下的接触和交流 三 在夏洛学院内 未经甲方允许 以方不得接近甲方 或试图攀附骚扰甲方 四 甲方有任何需要时 以方必须无条件出现在他面前 五 五 一 一 以方自愿继续在甲方家人面前甲方女友 实现一年 你还真把约法三章写进去了 如你所见 这 你不觉得第三条和第四条就很违和吗 第三条 在夏洛学院内 未经甲方允许 以方不得接近甲方 或试图攀附骚扰甲方 第四条 甲方有任何需要时 以方必须无条件出现在他面前 相辅相成 完美互补 以底欠款 就是说 我在你家人面前招女友 就不用还钱了 怎么 白纸黑字 写得不够清楚 为什么 能为什么 互惠交易啊 行 算你还有点良知 学习达成 不试招 陆公子 你知道他昨天有多吠交吗 你看我 你看我 我算有错嘛 你见过这么自恋的人吗 不过 他确实挺厉害的吧 连死亡八笔粉啊 都能穿出满满的高级的 叶叶 你知道你今天连损带夸 聊聊顾沿路半个小时了吗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怎么可能啊 我只是被迫签下了身不由己的协议 谁让他给的条件还不错 条件不错 你 太天真了 你未来也得面对婆婆的吧 我告诉你 婆婆这种生物是最难对付的 尤其是豪门阔胎 他妈我见过 人挺好的 对我也不错 人家什么身份 什么教养 怎么可能在舞会上 直接给你难堪呢 我跟你说啊 在武相剧里笑面虎 才是终极大贝劳 就你这单细胞脑袋 我怕是活不过两极 你什么样 喂 顾思晚 可是我 陆公子 果然背后不能一轮人是非 我才刚签完协议 要被迫营业了 什么呀 果然骆妈妈与我见面 什么 天哪 你看 被我受众了吧 这夏马威 这么快就砸过来了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要准备去了 对对对 你还没诺所怎么改呢 这个 女款 腰再收一点 男款肩呢再放一点 布料呢就用太空棉 出货型的大样 你来摆还就行了 那我就这样 打一样入场了 没问题 爱你 我走了 我们织布局再不上心 靠我的美貌也撑不住了